后汉书班固列传中说,异动君子,力动贪人,因为贪欲而造成人生的悲剧数不胜数,当年和神权亲一时,但是因为贪财,在最后也只是留得了一个全尸,而在包整的三口大闸下丢掉性命的贪人更是数不胜数,可是有些人还是逃不过心中的贪欲。 今天我们就立她是央视美女主持,和富国集团官游软,被中纪委从博音室带走,为其揭露其中的罪恶,沈冰,江苏当家港元,1999年6月至2000年12月,在新加坡联合早报,任财经记者,她很早就曾在央视经验量上,当时她还是南洋理工大学的一名学生, 在大招辩论会上代表母校与首都师范大学对阵,虽然输掉了比赛,但却为她赢得了联合早报记者职位。 2001年1月至2009年1月任央视主持人,2000年参加央视主持人大赛后和主持结缘,主持的栏目有经济半小时,新闻会客厅,真正让她为万千观众熟知的,还当属2002年的你好,世界杯节目。 那年日韩世界杯因为有了中国队,加上基本没有时差问题,在中国大帝,掀起了前所未有的足球热潮,在与男性观众为主的收视人群面前, 一位高挑剧性的美女主播弱弱,等问出顶头球时,运动员头会不会痛这样的问题,又在爱根廷小组塞回家后,为巴迪为发直播现场。 凡此种种,她也算是毛妹子的开拓,性人物了,她第一哭不仅为自己赢得了事业的巅峰,也感动了在电视机前的富豪男友,很快得到了对方的求婚,拥有了幸福的婚姻。 2005年达到事业巅峰时从营贫消失,因怀孕生子,这件事情让她的老公蔡燕国非常感动。 在家的时候,她成了第一保护对象,生完孩子后她进入了仕途,但是不满人生状态的她却跟一个富国级贪官有染,让自己的人生落入了低谷。 后来在这个大贪官事发之后,她被中纪人从博音室带走,不过因为事情不太严重,被自己的富豪老公保释出来,如今在自家的公司,帮助自己的老公打理生意。 而这件事情也给她带来了惨痛的教训,给她上了人生中重要的一课,同样的制度,同样的环境,带着语诗,连语谈之间。 经过一番吹拉弹唱之后,听到的是风格总义的曲子,有的人行自当头,唱一首爱拼财会赢,有的人以奉献开路,为自己博的一曲英雄赞歌, 而有的人却贪刺口,挂帅口揍出一段毁汉的泪,人生的路,怎么走,都是自己的选择,但是对于错的界限一定要区分清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